發現目前中國大陸也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就是人口的數字開始慢慢在消退當中 當然現在大家都在談說 中國有可能進入這個通縮 很像日本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通縮的20年或30年 但是當然中國大陸自己是不承認 那這件事情這麼難面對嗎 教授老師我們怎麼去看到底通縮這個問題 為什麼他覺得他們沒有 很可怕嗎 這裡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通縮本身為什麼可怕 第二個問題是聯繫到 為什麼現在中國有這個通縮的風險 那這裡在講這個以前 我們先注意到市場上現在有兩個不一致 第一個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聯準會對經濟跟通膨的看法 與華爾街金融圈看法不一致 第一個這不一致 第二個不一致就是 美國歐洲在通膨 中國在通縮 這兩個是不一致 對不對一邊在收一邊在收縮一邊在膨脹 對 好那麼中國的通縮風險回到一般原理來講是這樣 貨幣政策有把握對付通膨 但就是不斷的緊縮緊縮到最後 就我一直升息一直升息 你利率現在如果講到6% 很多人可能就昏倒了對不對 如果8% 如果10% 如果10%不行的話 我就不想清醒了 如果10%不行的話 12% 15% 當年就是一路拉到20% 哇 你先來看如果現在利率20%的話 我看 那個 昏倒 那個政變 就是說 不斷的貨幣緊縮 利率不斷升高 最後還是把通膨打下來 還是可以打下來 對 就是80年代初期那個時候 但是碰到通縮的時候 你反過來操作 怎麼辦 對 我就一直降息 反過來通縮寬鬆嘛 對 你不是緊縮嘛 你是寬鬆嘛 寬鬆就降息 那寬鬆降息 降到最後0 降到0 對 頂多一點點貨利率 對 有侷限性 就是說對貨幣政策對付通縮 有難度 比較困難一點 有侷限性 那我們回顧一下 這個對比一下 2009年的時候 美國開始推量化寬鬆 就是對這個政策工具的不夠 他推出這個叫貨幣政策創新 博蘭科當時很得意 他想出這個點子 就是他政策創新 因為光是降利率不夠 不足以應付 那我們很多人在問說 為什麼量化寬鬆 不是應該再來通縫 為什麼沒有通縫 因為當時的背景是通縮 金融海嘯泡沫破掉以後 整個總體經濟環境在通縮 所以你用量化寬鬆是去抵銷通縮 反而就沒有通縫 整個09年到19年 就是疫情前 那整個10年 美國完全沒有通縫壓力 那2000年的時候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從川普時期就開始擴張支出 因為是應對疫情 然後拜登接著幹的話 就變成搞財政刺激 直接把錢塞到社會大眾口袋裡 是這樣來 好 所以 補充一下 那個也是個不一致 就是貨幣在寬鬆 貨幣要緊縮 對付通縫 財政在寬鬆 叫做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不一致 叫做左右互搏 所以我們這一共講了三個不一致 那就是說 因為當時是通縮 所以用量化寬鬆沒有造成通膨 大家不了解這一點 以為說量化寬鬆會帶來通膨 其實就數據來講 確實沒有通膨 因爲什麼 因爲背景是通縮 好 現在我們說 爲什麼通縮男女應付 這一點很重要 就是說因為預期心理 如果你預期 以後東西會變便宜 對 價格會下跌 譬如說 假設不一定會成立 你喜歡的法拉利跌價 以後會跌價 你當然等它跌了再買 我現在幹嘛買 你預期房子要跌價 之後再買 對 等它跌了再買 對 所以你預期價格會跌的時候 你就不急的買 對 等價格跌了再出手 對 結果等到那個時間點 結果你收縮 不是 因為你收縮 你沒有下單 你沒有去買了 這真的跌了 你像別人這樣 很多人都這樣的結果 對 整個需求萎縮 所以呢 預期心理很普遍的話 需求就萎縮了 需求萎縮的結果 果然廠商持好降價 對 你的預期心理得到印證 叫做自我實現的預言 對 通縮的最大問題是這個 自我實現的一個預期心理 而且假設這個一直循環下去 真的跌了 那我再等等 會不會跌更多 好 我們來看這個 假定因為某種原因 物價跌了 物價跌了的話 企業的營收獲利都下跌 然後他只好應對 要嘛財源 要嘛減薪 甚至於破產 對 那這個從企業端 傳到家庭端 消費者這邊就面對失業或減薪 購買力下降 最怕就是這件事 對 然後消費者反映出來以後 他需求下降 對 那最後果然造成 更大的下跌 新一輪的通縮 對 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對 那所以在通縮的時代 基本情況是這樣 消費者減少消費 對 企業呢減少投資 然後呢整個市面會變得更蕭條 對 那因為這樣的環境 才會逼凱因斯當年去寫一般理論 對 就是用公部門出來刺激 刺激 好 因為問題出在總需求 不是價格機能沒有條的問題 是整個總需求 從數量觀點來看 整個總需求萎縮 對 陷入這種惡性循環 所以呢 你不出來打破不行 不行 那這個問題有一個弦外之音 就是美國這一陣子 不是派很多官員 部長級官員去中國訪問 對 他們就是在看說 如果中國真的陷入通縮這種風險的話 那公部門要出來舉債消費 對填補這個缺口 所以他們去看中國的財經 新的財經團隊 有沒有對抗通縮 有沒有這個sense 對對對 有沒有對抗通縮的這種心理準備 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跟技術官僚 財經團隊去接觸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 家庭不敢借錢 企業不敢借錢 然後呢 會造成通縮 然後中國有沒有應對通縮的這個準備 那因為中國的通縮 有助於全球的通膨的降溫 美國歐洲在通膨 然後可能要靠中國收縮 或來抵銷原物料的漲價 油價的上漲等等這樣子 那如果中國正等來觸敵反彈 疫情後的反彈終於來了 那糟糕 油價原物料行情又要走高 哦 所以呢現在看起來 中國是不是通縮 可能美國在密切觀察